接着再来看到就是在美国 法律是一切事物的基本准则 这已来自大中华地区 凡事先讲情再讲理 最后才论法的华人 在生活习惯上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 也因此有不少民众 就是不熟悉美国当地的法律 吃上了不必要的官司 东西新闻就特地制作了 邓宏说法的单元 我们要邀请到资深的刑事律师邓宏 来为华人解答在法律上的疑惑 现在要把现场交给王祥林 谢谢主播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知法守法据理力争 欢迎大家来到邓宏说法时间 大家都知道我们大部分的观众 都是来自亚洲的新移民 移民来到美国最重要的 当然要个身份 在美国我们的正常的身份证 就是所谓的驾照 当然有些民众就不知道说 驾照到底他一些规定 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今天当然请到邓宏邓律师 再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驾照的规定 那首先我们刚刚提到 就由于是个新移民的关系 很多人都还在使用所谓的国际驾照 那到底坊间我们也看到说 有一些好像在卖国际驾照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合法 能不能在美国用 好的国际驾照分成两类 一类的话是属于海外发的 好像是台湾 香港 大陆这一方面 他发了之后 他同时给你一个国际驾照 所以说到一些签约国家 好像美国的话 他们是可以合法使用 作为观光租车子所用的 当然有另外一种 在华安社区坊间出现的话 就是因为身份很多人 拿不到驾照的话 他就说你花两百块钱 两百五十块钱 给你一个国际驾照 这个国际驾照里面的话 其实在美国不能够使用 他就是一个是在美国 本土申请的国际驾照 是供美国的公民 还是美国的居民的话 到海外的时候的话 去使用到澳洲 亚洲地方去租车 开车的时候使用的 所以你在美国本土 拿到的国际驾照里面的话 一般的警察局是不认可的 这个只是表示你身份有问题而已 所以很多时候 是用这种国际驾照的话 也是花钱买愿望而已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合法 在这边买的是不合法的 那另外的就是说 有人说我从外州搬来 说波士顿 纽约 这些地方搬来加州 那我在那边的这个驾照 到底这边能不能用 当然可以用 在美国里面的话 在美国宪法保证民权 民众的话自由来去的权利 所以在外州的话 在加州的驾照到外州 同样是得到认可的 但是有很多的话 尤其是在加州里面 还有其他几个州的话 驾照申请比较严格 尤其要查身份的时候 很多没有身份 没办法提供合法身份证明的话 他可能到华盛顿州 Arizona州去申请这个身份 拿到驾照 拿到驾照的话 在加州这些地方使用 所以很多时候警察 攬你下来的时候 就很觉得很奇怪 你在加州里面的话 那个车子是你登记你的名字的 以后在信用卡还有其他的证明 都是证实你是加州居民的 但是你使用是华盛顿州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也可以开罚单 说你是使用不实的驾照 为什么驾照里面 在根据加州的规定 因为你在加州 居住下来的 或者是在观光里面 超过十天以上的 你就要到当地申请一个加州的驾照 所以如果是超过十天 所以这点的话要提醒大家注意 所以十天一定要注意这件事 第三个就是您刚讲到合法的身份 有人因为在美国待久了 没办法取到合法身份 等于说以前的驾照就没办法了 那他就跟朋友去借 说我可不可以借你的身份去办驾照 这个东西我知道大概不行 但是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非常危险 尤其是现在的尤其 DMV所有的全国都是连线的 除了DMV之间的通联之外的话 还有的话 它跟移民局也是通联起来的 每一个人申请驾照的话 都要做个质问 所以指纹一比对起来 很快就知道的话 这是张三不是李氏 你用李氏的名字去申请的话 后来发现指纹比对 是张三的指纹的话 这种情况下就是骗的 这是伪造文书的 因为你申请任何一个驾照的时候 他都会叫你孙氏 以上所提供的东西都是事实的 其中有一个问题 对是相当严重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 我自己没有驾照 那我朋友 我亲友友 我可不可以借他们驾照来 出去开车兜个风 如果是警察发现你的身世身份 你可能没事 但是一旦只发现问题很严重 警察有的时候 好像你拦你下来 好像最久驾车 发生事故 他将你带着警察去做指纹 一指纹一比对 发现你这个是张三不是李氏 跟你上面的DME的photo上面是不一样的 指纹也不是一样的 或者是你自己做了一些 可能让警察的话 搜查你的车子 搜查里面的话 你自己的话信用卡 有很多信用卡 用你自己的名字 正式名字 而是你的驾照又用不同的名字 这种情况之下 警察都调查 究竟是你盗用身份证 还是盗用别人的信用卡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他可以用三类罪名指控 他第一类的话 他说拥有他人的驾照 这个比较轻一点 第二类的话 盗用身份 盗用别人的身份 第三类的话 伪造文书 伪造政府的公文 这三项罪里面的话 轻的可以判一年 重的可以判三年 所以很多时候不要 真的是如果你身份有问题 千万不要 铤而走響 觉得的话 敲信心态的觉得 可能警察抓不到我 但是一旦只抓到的话 就很麻烦 尤其是如果你身份有问题 尽量避免不要开车 如果要开车的情况之下 里面的话 尽量不要使用假的身份证明 当然的话 真正有解决的问题 就要等奥巴马政府上台了 看看有没有办法 推动移民改革法案 让身份合法化以后 这群没有身份驾照的 合法驾照的人士 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决 是的 谢谢邓律师 那就像邓律师所说的 整个在美国 一大一叫守法 因此尤其在驾照 代表自己的身份 因此执法守法 距离争 这还是我们最佳的保障 以上是今天的邓宏说法 我们先把现场 交往一个棚内 OK OK 好